男人身上被烹满浓油酸 下一秒一根烟土逼人出 他的身体必瞬间点着 伴随着大火 男人必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等他醒来 全身已经必烧焦 此时地狱质子撒旦出现在了眼前 男人和撒旦达成交易 只要献祭自己的灵魂 就能获得超能力完成付出 相对的代价就是永远听命于撒旦 否则他的灵魂将有势必求进在此 不得超生 完事后 他就被送回来人间 可干一落地 他的身体就出现了变化 一排排剑刺从身体里面长了出来 他的臂部也被瞬间刺穿 紧接着又开始拉软化 蔓延到了他的精神 没一会儿 他的皮肤就被覆盖成了一具盔甲 此刻的他已经脱胎换步 而复出的种子也被他埋在了心里 很快 他就身披红色大肚棚来到了主人身边 看着他那身上长长的大链子 顿时让他无知下的不知所措 男人也一把夹住了他的脖子 送他上了席天 就在这时 曾经破他流伤的女人朝着展开了设计 男人的身体被打穿 但没一会儿 伤口就自动愈合 男人也意识到 自己已经是不死之事吗 女人干架过去擦看 却被他挡住了去路 趁机不备 女人想要偷袭 然而却被男人的盔甲直接挡住 下一年 女人就被他一把举起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之后 男人给了他最后一击 女人摔在了地上 就这眼里了 可大厨干报 另于使者就找他回去 但此刻拥有超能力的他 却选择了逃离 然而使者也跟了过来 为了威逼他回去 使者抓起一只小狗 作为妖邪 男人见状立刻开架射击 直接将他打倒在地 这也记录了使者 随后他开始了变身 只见他的整个身体 开始了扭曲膨胀 双手也净化成了怪物的模样 随着避不得一排尖刺伸出 使者彻底变成了一只蜥蜴怪 满嘴咬咬的他 发出怒吼就要吃了 我赶紧开架射击 和子弹打到他的身上 一零用都没有 随后怪物就撞了过来 将狼人一把推到了墙上 紧接着他捅出了舌头 开始挺实猎物 就在这时 一般的小狗撞了过来 死死地咬住了怪物的大腿 这也成功封散了怪物的注意力 狼人在趁机张开了射击 巨大的冲击力将狼杆打放 狼人也从高空摔漏了下来 此时的怪物肚子比直接砸床 痛苦的他爬出了柱子 狼人赶起拉墙想要射击 可转眼怪物却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 怪物从后面冒了出来 一把抓起狼人 直接将他带进了地狱的通道 来到地狱 怪物继续发动攻击 趁机不备 狼人跳到了他的身上 随后他伸出刺刀 朝着怪物的脖子捅了过去 这下 珍重怪物的要害 每度几步他就被打散 就在这时 地狱质子撒旦出现了 看见狼人毁约 愤怒的撒旦 准备就要毁灭他的灵魂 可已经拥有超伦力的狼人 怎么会被亲密打败 直接他发出了灵魂 打在了其他恶灵的身上 灵魂就在他们身上 随后他带着自己的灵魂 发动了人间 然而怪物并没有死 他也听了过来 在抓住狼人后 他张开了大嘴 准备就要生存 关键时刻 狼人的毒灰伸出了刺刀 直接将怪物的脑袋给刺穿 痛苦的怪物开始拼命挣扎 可没想到 狼人又伸出了铁链 将怪物的脖子死死缠住 随着链条的高速运转 怪物的脖子 一瞬间切割了下来 掉在了地上 每一会儿就恢复成了 使者的模样 当此刻的他 已经没有了威胁 每一会儿 他的全身坦塌了下来 慢慢地化成了一堆液体后 灰灰烟灭 男人终于自由了